劉河出来的会议 捉回他所说 都是支持平台经济 这一转的科技股是强的 如果你说炒的话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3690 因为3690这一转已经去到 之前的阻力区 大概178-177的水平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这么厉害 他可以踢穿那些位置 他有权可以再走一转 因为如果大家有炒的话 最近3690是特别强的 因为始终有北水 那变成有这一道力加持之下 再加上有个好消息 他如果能踢穿这些阻力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 尤其是说真的 这个就是给短炒 贴士那些 就是你穿位的 你可以博他来多一棍 上不上都 你说190甚至200元左右的水平 我想这个就相对来说 momentum是强一点的 始终因为近期你看到 4月内地的经济数据真的很差 是 我想是需要一些支持的措施 或者政策去谷起经济 变成之前的所谓的调教 变成现在就会扶持 那我想这个就是正正可以叫做 谷起反弹 金浪的反弹 那但是 是的 我就不觉得会转势 因为始终 你都是会在那个叫做 调教那个范围之下去生存 那可能去到某些位置 内地经济回来了 那可能他又觉得 没有理由谷得那么厉害 会不会可能有会通胀 那这下的时候 可能这些平台经济 又会被人按一按 所以我想 这一转短线可以看好一点 但是你说中线的话 我都觉得 只不过都是区间上落 只不过区间会调高一点 是的 好啊 那我们刚才就谈过一些科技股 那有朋友就问 3690 就是美团 9988 亚里拉和700 腾讯 他说 是不是都应该是博3690呢 是Aphila 还有如果真的买这个3690 其实买卖策略 又应该是怎样建议呢 你 都是刚才说的那样东西 如果3690 我真的宁愿破位才去追 是 因为现在这些位置有点尴尬 是 正正就是回回之前那个阻力区 就是如果你说 这一转真的回回来的时候 随时你又捱回二三十元 因为他不是没试过 是 是 打回到140 150 那些位置 所以我就宁愿真的 让他突破才去炒这3690 在这个moment 我就不会去买了 是 好啊